万安指寻寻达时间30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协助Google从一个新创公司到正式IPO上市 这个案子我过去任职的事务所协助 所以当我知道院长您要加入内阁 不管是从政务委员到科技部长到副院长 一直到今天院长 其实我对院长有很深的期待 谢谢 所以我相信院长您可以秉持您过去对于科技的专业 以及对于产业的了解 可以让台湾发挥我们的优势 进而带领台湾能在国际间提升竞争力 所以台湾的未来我相信院长也知道 我们要突破现在的困境 翻转台湾的经济 靠的就是科技 科技不外乎人才资金 行政院过去这几年也一直在推动 很多我们新创产业 尤其是对于很多过时或不需要的一些限制 做法规的松绑 不管是我们第三方支付的专法 我们有这个创业家签证 尤其是去年立法院修订公司法 增订了必锁型专章 的这个特别的一个针对新创公司 所设立 所以请教院长 这个去年我们积极推动 专定这个必锁型专章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让一些没有上市 就是没有上市上贵的公司 有更多的这种资金跟股东的弹性 其实这个当初我们推动 在公司法里面 增订一个必锁型专章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新创团队 能够在台湾设立公司 而且能够有更多元 更弹性的一些筹资工具 比如说可以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 对于特别股的发行 可以让这个公司跟投资者之间 能够有设定很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 也让我们很多年轻的创业家 他们可以除了现金之外 可以用他们的技术 劳务 信用 换取股权 等等这些方式 所以请教部长 这个或是院长 您知道去年六月 我们三读通过 这个公司法修订 必锁型专章 到今年二月底 总共有多少家必锁型公司成立 我上一次听他们告诉我 有一段时间 大概两个月前 给我的数字大概是二十几家 我不知道后面这边 现在有没有更多的成立 从去年六月到二月底 现在好像到六十家了 总共有六十二家 根据统计有六十二家 那请教院长跟部长 您知道这个数字是多还是少 我们当然会期待更多 根据统计 去年六月到今年二月底 台湾所有设立的公司 有两万七千家 而必锁型公司只有六十二家 仅仅六十二家占的比例 不到千分之二 不到百分之零点二 所以这样的落差 对去年我们积极推动 必锁型公司专章 当时的预期 跟外界的期待 有非常大的落差 请问院长 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个观念上面 大部分成立公司的这些团队 可能还不了解这种形态 另外一方面 当然是我们创新的公司的量 还没有真的起来 的确 我想当然可能是宣传的不够 或是我们很多新创团队 还对于条文不够熟悉 或者当然可能现在只有九月 不到一年的时间 可能还很难做出一个评断 但是本席认为 根本的原因 其实在毕锁型公司专章里面 我们细看这几个条文 其实利益都非常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因为本席过去 其实也参与过一些修法的会议 所以往往在一开始 我们最初的版本 并没有这些限制 因为我们参考很多国外的立法 国外的做法 实物的运作 但是往往在立法最后一刻 行政部门常常会加入一些限制跟门槛 比如说 对于我刚刚提到 很多年轻创业家 他们可能资金不够 他们需要设立必锁型公司 所以我们开放 让他们可以用劳务 或者是信用来换取股权 但是在最后一刻 原本国外是都没有任何的上限 可是最后一刻我们加入了一个限制 也就是劳务信用出资 这些技术入股的方式 不能超过50% 甚至在3000万资本以上的公司 不能超过25% 这样的限制 其实一通过以后 对于业界还有很多新创圈的 这些团队来讲 他们认为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面 设了速限30的一个限制 会让这个条文利益非常好 可是没有人在使用 反而还是照着很多新创公司 新创团队 他们照过往的经验 还是移到海外去 不管是新加坡香港也好 所以本席认为 既然我们当初希望法规松绑 这个方向是对的 而且我们参考的其他国外的立法 不管是美国 英国 日本 新加坡 香港 都没有这样的限制 但是往往我们在最后一刻 会说国情不同 国情不同当作一个借口 就是说食物上我们必须要设个限制 我们开放要慢慢的 所以我想请教院长跟部长 针对未来我们新创产业的发展 到底政府的态度是要防闭 还是要心力 我先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当时之所以有那个 后来就像您形容的这样子 最后有一个限制在那个地方 当然这个是 以我们当时认为这个是一个平衡 我们也了解 可能会造成一些后果 但是您也知道 什么交易安全这些事情 那我想做一阵子 商业师都一定会很注意 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相当的 开放的来看这个问题 那至于说这个东西 应该是要逐步的朝着更开放的方向 我想我们是有这个看法的 我想可以要求经济部定期 定期检讨看这个成效 同时定期也跟外面沟通一下 看还有什么地方要修 我想第一步上路 没有办法做了一百分 但是我们后面 会用开放的心态继续去调它 必要就继续在修法 好 所以我想 基本上还是请教院长 就基本上 政府的态度 面对新创产业 你认为是需要防闭还是要心力 当然是心力 对 所以其实 既然大家都知道要改变心态 我们要心力为主 尤其面对新创产业 所以 也请院长或部长 就未来我们定期 要做一个检讨 尤其是针对 比如说公司法 这样必锁专章的一个规定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 让我们的法制规范 能够跟国际接轨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我提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尤其针对公司法 当初订定二三十年前 订定的时候 基本上那时候客观的环境 是所谓的小股东 应对大公司 民众是属于小股东 很多大公司 大企业纷纷成立 所以当初 订定公司法的一个态度 是希望我们 保护我们的民众 保护我们的小股东 所以会有防币的一个心态 可是现在 今天科技发展 我们所面对的客观情势 是我们很多的 微型的中小企业 或是新创产业 这些新创团队 面对的是 大的投资人 国外的资金 国外的创投 所以我想政府整个心态 应该要是以心力为主 我们要提供新创团队 更多元弹性的筹资工具 让它有更大的 效率能够吸引到国外的资金 真正帮助台湾的新创团队 我想这是所有新创团队 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很高兴听到院长提到 我们要以心力为主 所以我想对于法规的检讨 我们必须要定期的来 这个 做一个讨论 所以我想最后一个小小的结论 面对新创产业 我希望特别是 避锁型公司专章 我们希望创造的是一个 避锁型公司 而不是避锁型的国家 讲得很好 对 没有错 接下来 我想还是针对 这个新创产业的部分 去年行政院相关部会 国发会跟科技部 有提一个台湾矽谷科技投资计划 请问院长您对于这个计划熟悉吗 你说台系基金 台系基金 台系基金是我在科技部长任内 希望科技部开始来做的事情 后来是跟国发会一起合作来做 台湾矽谷科技基金 这个根据科技部提供的资料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结合民间跟政府的力量 扶植台湾和矽谷的新创产业 而且最后能够达到台湾跟矽谷 彼此之间人才跟技术的交流 那也请教院长和这个部会首长 这个台系基金这个计划 这个基金的规模是多大 目前是我们跟这个科技部各出3000万美元 当作我们基金的一部分 开始的规模 那个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是希望说如果顺利的话 希望最后能够做到差不多3亿美金 就是将近100亿台币 但是一开始不需要马上拿那么多钱出来 对 这个台系基金的计划 根据国发会员科技部的资料 是为期三年的确提出 投资要3亿美金 那基本上一年1亿美金 就是大概30亿台币 所以总规模 差不多30亿美金 差不多90多亿 快100亿台币的一个规模 相当大的一个基金规模 那请问院长 这个基金的一个运作模式 是属于直接投资还是引导基金的方式 我们当然是在透过国发会的一个投审会 来筛选那个创投来主导 那民间的投入是60% 那政府这个地方是40% 那这个让这些得标的厂商呢 就是以超过是1亿美金的这个规模 这个基金的规模 那他来用主一个基金的方式去运作 这样子 所以目前这个台系基金的进度是如何 目前大概是有三个还是四个案子在进行 大概有一个还是两个案子已经通过 的确这个根据科技部还有国发会的资料 所提供的资料 目前的确三到四家的民间创投公司 他们要这个管理团队 要来这个管理这个台系基金 而且规模也的确像这个首长讲的是 大概1亿到1.5亿的规模 不过就资料来看 他们申请者根据他们申请资料 他们只说他们愿意投资在台湾新创上面的比例 大概只有20%或是30%左右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 因为基本上他们基金拿到政府的钱 有40% 也就是说好比这个30亿总规模基金 30亿美金 大概将近90亿台币了 那四成差不多就36亿 这些其实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 而我们政策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帮助到台湾的新创产业 跟矽谷可以有个链接 不管是人才技术的交流 可是当申请者 这些民间的投资人或创投 他们要来申请拿到政府的补助 有四成是政府的资金 六成他们自己筹 可是当他们说 他们要投资在台湾新创产业上面 只有两成或三成 院长你认为合理吗 当初这笔基金的目的是希望 假使我们有创业团队到矽谷去的话 在矽谷那边筹资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把手伸到矽谷去帮他的忙 所以其实不限于都在境内 我们但是是限于跟台湾有密切相关的一些创新的公司或团队 那怎么样 如果说是设立在海外的公司 怎么认定它是属于台湾的团队 或是有协助到台湾的新创产业 我想这个要个案认定 对可能比方说是我们台湾的人去那边 去那边创业 或者他们直接到台湾来这边投 这个大概都可以到处要去各个案去认定 看是怎么样认定的方式 因为就目前这个的确有一家或两家已经通过 那媒体也有报载 也有这个看出来 那对外他们是说 他们当然愿意投资 大概拿四成的资金出来投资台湾新创 所以未来是不是院长或是部长可以保证 就是说这些申请的民间创投 他们是不是能够拿出一样四成以上的资金 来用在台湾的新创上面 不然民众会有质疑说 这些投资人申请拿到政府的补助四成 可是拿不出四成的资金来 那变成说他们拿两成的资金出来投资台湾新创 可是有八成的资金他们自己运用来做投资 我想这个跟当初我们推动台湾基金的政策目的 其实也是有落差的 我想我们国发基金一定会去仔细的监督 要求一定要四成以上的资金 是能够投资在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本习会对于台系基因这个案子 这个计划会持续的监督 持续的追踪 甚至定期要看到一个绩效的报告 到底是哪些民间业者得到这样子的政府的资金 而且他们投资的绩效是如何 而且是不是真的确实 如院长所说 是有投资跟台湾新创相关的产业和团队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国人也非常关心 因为这个规模非常大 刚提到30亿美金 差不多100亿台币的资金 如果说对于直接投资台湾的新创团队 其实不需要这么大的资金 就能够真的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新创公司 我想这一点国人非常关注 所以我想本习会持续的追踪 那我想前面提到了 科技不外乎人才 不外乎资金 那台湾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 所以接下来本习想要 对于台湾劳工的议题 做一些质询 我想劳工的议题 一直是国人非常关心 所以请问院长 您知道去年 这个台湾劳工 因为过劳而发生职业灾害的人数有多少 对不起 这个可能要麻烦劳动部部长来帮忙回答 委员好 部长好 有关我们这个 就是职灾的迁能率 我们去年是千分之三点一几 三点一五左右 所以因为过劳而发生职业灾害 包括比如说过劳死 伤病或失能 这样的一个人数有多少 死亡的人数去年就是有一百多人 死亡的一百多人 但是里面要认定为过劳 其实他在医学上是有很大的认定的困难 所以就是在职业上他死亡的是有一百多人 对 不过我们确切的数据 就是说申请案件可是确实因为过劳而得到劳工保险给付的人数 有83件83人 是近三年来最高 而且是攀高 而且平均每14天就有一位过劳死 每四天就有一个过劳职业灾害的案件 所以台湾过劳的情形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所以我想再请请问部长 这个造成台湾劳工过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工时已经这个缩短为一周四十小时了 所以这个工时基本上跟先进国家是差不多相仿了 可是呢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劳工朋友 可能这个跟低薪也有关系 很多呢他的正职做完之后 他又去兼打一个零工 所以变成一个人做两个工作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看到很多低阶的劳工都有类似的现象 那么他变成一天工作可能14小时15小时这样的状况都有 的确啊 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可是部长您刚才提到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时过长 工时长一直是劳工过劳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目前台湾最普遍的一个状况 就是台湾的雇主啊 到下班的时候请他的员工打卡 但是呢 员工必须把工作做完才可以下班 所以形式上符合 劳基法的规定 也就是每天工作8小时 每周40小时 每个月加班时务超过46个小时 但是实质上 劳工还是加班 提供劳务 所以 如果碰到劳动检查的时候 雇主可以说员工自愿加班 所以造成一个上班打卡制 下班责任制 这样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种情况 当然可想而知雇主也不会愿意 给付下班费 所以也造成像部长刚提到的 整个台湾的劳工环境不断的恶化 工时过长 而且造成薪质偏低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 尤其劳基法的规定 对于违反劳基法的罚则 2到30万 这样子其实并没有产生多大嚇阻的效果 而且 这个魏继的部长之前受访也提到 这个台湾人平均 每年工作的时数 超过2124小时 这当然也许可以说台湾的劳工非常的勤奋 可是也凸显台湾的劳工过劳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本席也请教部长 怎么样彻底解决台湾劳工过劳的问题 我想刚刚委员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加强劳动检查 但是劳动检查呢 毕竟我们的劳动检查能力有限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希望 就是劳工若是他雇主呢 就是刚刚委员谈到了 这个上班打卡下班这个责任 这种现象在法令上它是有一个 你是要用责任制的话 一定要得到这个劳工主管机关的同意 其他的通通都是违法的 所以若说它不属于我们法令 这个核准的一种责任制的这种工作形态 那么老板还要他下班之后还继续做的话 那么这些他都可以用我们的专线来跟我们检举 那我们来做这个劳动检查 能够减少劳工这方面的这个困难 的确部长您也提到这个劳减制度 所以劳减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我们必须要这个确实做机查 那就请问部长 您知道目前我们配置的劳减人员有多少 我们在去年之前 总共的劳减人力只有三百多名 三百七十几名 但是在去年行政院又合给我们三百二十五名 所以现在全国大概劳减人力有七百多人 不过确实委员所说的我们有一百多万家的这个企业 所以这个七百多名也是这个杯水车薪 那像我们去年整个的劳减的加速呢 大概就做了五万家 已经比全年的一万家增加了五倍 但是五万家的总数来说呢 还是相当有限 因为根据这个劳工部提供的资料 配置实际的人员是两百九十一位 当然原本预期可能有三百位 或是临时再增加 希望到六百或七百位 但是的确我们实际在从事劳减人员 根据资料只有两百九十一位 不到三百位 那当然我们再看 根据国际的劳工组织的标准 以开发国家跟工业化国家 劳减人数跟所有劳工人数的比例 是一比一万或一比一万五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的情况 两百九十一个劳减人员 面对这个根据最新的统计 今年一百零五年一月 所有的劳工人数一千一百二十四万人 比例是一比三万多人 三万八千多人 我想这个比例 远远低于国际的标准 我想当然陈如部长讲 如果我们就算两百九十一位 增加到七百多位 这个比例还是落后国际的标准 所以请教部长 这个过劳的问题你也提到 劳减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我们需要加强机查 可是我们机查人员就是这么少 严重不足 所以请教院长和部长 怎么样 不足 或是解决我们现在 远远落后国际标准 这样劳减人员不足的问题 我想委员这个数字 就是把我们的劳减员 只计算了两百九十一位 那个是做劳动条件检查 我们另外还有一部分 还有三百多位呢 是做这个劳动安全卫生检查 所以这两个要是并计的话 我们的这个比例呢 应该是 就是一比一万五到一万六了 不会到这个将近三万八这样子 实际上跟国际的标准是一比一万 我们大概现在是一比一万六了 所以但是还是不足 所以刚刚委员所提的这个建议呢 巡建认事实上去年在毛院长任内 就已经大力支持我们 给我们三百二十五名的这个 额外的这个能力了 那我们当然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希望再看实际的状况 再跟这个院里面呢 来要相关的这个能力 所以根据其实台湾目前登记 这个有雇佣员工的这些事业单位 整个有六十七万多家 那当然目前老姐如果用三百人来看的话 当然即使就像部长讲 如果增加到这个再多三百二十五位 如果六十七万家我们每天检查一家 也不知道检查到何年何月 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实务操作的因素 但是我想这个根本解决之道 也不全然靠劳检 当然根本核心的问题 是需要我们雇主确实遵守劳检法的规定 那怎么样营造一个更好劳工条件 不要再有这些过劳职业灾害事件的发生 也不要让台湾再有过劳之道的恶民 我希望是不是院长跟我们部长 能够彻底提出一个检讨的报告 告诉我们怎么样彻底解决 我们台湾劳工过劳的问题 是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除了劳工本身对他的权益他要了解 所以我们也多方的在加强劳工的一些 他基本权益的这种教育 让他知道他自己的权益 当然对雇主方 雇主方就是对企业界或者一些自营业者 这些老板 我们也希望加强他们对劳工权益的保障的 这样的一些知识 当然再透过一些这个劳动检查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朝这个目标来努力 好 谢谢部长 那我想接下来 这个一样还是关于劳工的问题 这个我想最近 大家媒体很关注 还有民众非常关心的 也就是外籍白领的问题 当然在去年12月 原本预告 要透过行政命令来开放松绑这样的一个限制 当然在1月22号的时候 法规会议上面临时暂缓实施 所以当初在推动 我们放宽让外籍白领人士进来工作的这个限制 当初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最主要的目的跟考量是什么 这个基本上跟刚刚委员一开始的时候 在提一些新创产业 其实是相关的 新创产业除了资金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人才 所以我们当时在行政院在国发会的这个领导之下 就在讨论整个的新创产业怎么样引进这个国外的人才 那其中就是这个白领的这些人才呢 我们目前的限制实在是太多 包括他要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还有一定的这个一进来就要拿到将近四万八的薪水 还有聘他的企业呢 也要有这个五百万的这个资本额跟一年一千万的营业额 这些呢都造成很多新创产业呢 是无法这个顺利的引进外籍人才 所以这是我们要松绑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 根据2月16号 劳动部在台北的一个说明会 这个本席的助理也特别去参与 也拿到了劳动部的一个说帖 在这个资料里面 劳动部提到 这一次要松绑外籍白领进来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台湾的专业技术人员外流 而且我们基层技术的劳动力缺乏 所以本席在这边请问部长 所以基层技术劳动力的缺额到底是多少 我们目前的这个统计 大概这个缺工的比例 大概都维持在20万左右 20万 对 就是经常性的缺工 就是这些企业在增财 那么增财的缺口一直有将近20万 好 另外 同样根据2月16号 劳动部的这个说明会提出的说帖里面 劳动部自己本身也做了一个评估 当我们松绑这些限制 不管是大学学历工作两年的一个限制 或者是 这个取消4797 这个最低薪资的门槛等等 估算每年进来的外籍人士 外籍劳工 包括三方面 专业技术人员 乔外生 以及资深的技术人员 加起来3500人 部长您刚刚说我们缺额 有20万人 我们松绑 只引进3500人 不过这跟委员报告 我讲的那个20万里面 是包括一些这个 比较低阶的这些技术工 这是 但是我们现在要引进的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高阶的 所谓白领的 那为什么要取消4797的一个门槛 因为这个 部分的劳工团体会担心外国人进来呢 用低心情自然 会拉低本国劳工的这个心思 好 谢谢部长 我想这个本席会持续关注 我希望 劳动部或是相关部会 未来推动任何政策 希望能够更精密 或更审慎 缜密的一个评量以后 不然我们每次推动一个政策 谢谢蒋委员的咨询 谢谢张院长 现在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